国盟青年团发起的916和平集会 已经在两天前落幕 不过警方今天传召了 10名集会参与者陆贡 以全面调查这场集会的细节 集会召集人之一的敦费沙 今天在录完口供后指出 如果团集政府对国盟青年团 所提出的三大诉求置之不理 他们或许会再一次上街 举行集会 直到政府重视这个课题 国民联盟青年团在上个星期六 也就是马来西亚日当天 发起拯救马来西亚和平集会 虽然已经落幕 期间也并未发生任何不愉快事故 但这场集会依旧抵触了 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 警方决定针对集会细节 展开全面调查 从巫统转头土著团结党怀抱的 拿督敦费沙作为集会召集人之一 今天和其他10名集会出席者 在早上10点30分应警方的传照 到吉隆坡金马景区总部陆贡 以协助调查 10人经过警方两个小时的盘问后 在警局外召开记者会 敦费沙表示 由于集会当天并没有爆发任何冲突 更没有公共资产遭到蓄意破坏 所以警方主要只是询问有关集会的目的 以及其他集会详情 国盟亲民团发起这场集会 主要向团结政府表达三大诉求 第一项要求政府检讨副首相 那都是李阿莫扎西的健康思维基金舞弊案的判决 而另外两项则是恢复总检察署和反贪污委员会的自主权 以及制定对国人公平公正的法律 无论如何 团结政府早前已经表明 对这三项诉求的重视 同时将会探讨落实司法改革 以达到检控分权的目标 值得议题的是 律师公会在集会当天也派出了好几名律师 前往现场观察 而当中的一名律师奴鲁菲兹 今天就以目击证人的身份 被警方传召共证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roz likewise 每次都访问 一刊 三分虚 抓紧 三分虚 resumes 鲁菲兹 昌 节目 焖